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小鸡 给大家拆一期快递 然后呢 首先是个箱子 六个面要检查一下 一个面 两个面 三个面 四个面 五个面 六个面 这是六个面 对吧 不能晃太使劲啊 反正它没有出问题 对吧 灯光师给我来点光 过来 对对对对 反正是我自己控制的 这刀吃的要给我玩废了 不过没关系 这刀片可以换 这两个拿货之后24小时之内验货 不对 应该是12小时 哇 它都给盒子了 给了块大树皮 你们能看到这是什么 这是我买的 哇 这个卖家很负责嘛 给我打包好了 我们来一个一个拆开 哎 我的天呐 这卖家也简直鸡子的不行啊 这只是活的 我们先来一个一个看吧 好 我们看这个是灯光 过来对照一下活的 我记得是活的 我看出来好像是活的 这只好像是出了点问题 我看一下啊 这只好像是死了 我们拿镊子看一下 这只挂掉了 我们把活着的拿出来 这只也挂了 都已经成细的了 两只挂了 为什么我的运气总是那么黑呢 每次都有挂的 而且挂的还不少 第三只也是挂的 这只是活的 这只也挂 现在挂了四只 我真的有点方哦 然后剪这边的胶带 现在已经挂掉四只了 我们放到一边 嗯 然后 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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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我发现是不是我这个脸 很黑啊 活的 我不知道它们哪些是哪些 没分出来 不过无所谓了 养蜘蛛随机啊 养蜈蚣随机 我发货也随机 价格反正都差不多 反正感觉这只差不多了 这只挂掉了 五个 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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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没有找不到 应该是挂了吧 因为它只变成了这些零碎 这只也挂了 因为它变成了一堆碎的 找不到了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它也没有跑 现在是7只 这只也是挂了吧 蜈蚣死了好像会萎缩成团 现在是8只了 活的 这只我觉得凶多吉少 看这个样子也是活不了了 没错 它死了 原来蜈蚣碎了 就从这种段了 所以刚才那只找不到了 对吧 9只 这只是活的 10只 好的 这个视频我会先发给卖家做反馈的 现在是多少只 9个整 然后这里有多少个呢 我们数一下 应该是24个 9个 10个 11个 12个 13个 14个 15个 16 17 18 19 20 20 21 22 23 23 24 好的 24个整 所以说这里是有9个挂掉了 上一个视频因为他们有一些挂掉了很遗憾 所以我们这个视频来给他们分配一些屋子 好吧 这些9个先放一边 然后 这盖得放一边 嗯 结果视频我们不要管他们了 然后我们来直接换土 灯光灯光过来 好的 我其他的做完了 做两个现场的给你们做一下吧 记得土一定要压一下 这样的话比较紧实 而且这样的话存水 不然的话很容易干 而且对 蜈蚣不是好事 虽然亚太时的蜈蚣不好爬 对吧 不好挖洞 有的蜈蚣是喜欢挖洞的 嗯 听话 进去 好的 这只就进去了 它发过来盒子不适合养蜘蛛 不适合养 但是你运输的话倒无所谓 毕竟这盒子也是要钱的嘛 我都没分清品种 不过算了 品种什么的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还是挺可爱的 因为我刚才弄太乱了 所以没分清品种 所以你们买的话 就跟幸运大抽奖一样 有可能拿到的是乐剧 有可能拿到的是红龙 我懒得分了 这长牛很脏 艾奥槽好烫 听话 这灯不够亮 但你们能看它在里面很活泼 嗯 就是非常的活泼 等于是活了13个 卧槽 进去 听话 进去 这个的话 喂小面包虫 或者是杜比亚 什么的都行 是吧 都是你活该啊 偏要嘚瑟 是吧 看怎么它在这里 一般它的钢道比较活泼 所以不要理它 哎呀 所以说我现在应该会数出13只 卧槽 你他妈的在跑 哎我靠 他跑掉了 妈的智障 他回来了 不要理它了 这只智障啊 他非常的智障 我再放一边 我们不要管他 先弄别人 别的蜈蚣都很听话 就你 跟个智障一样 是不是要疯 卧槽 你有病啊 神经病啊 我发现他们俩疯了 这没用啊 扔掉 明天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蜈蚣弄出来的 但是我知道他们肯定很费劲 我发现了 就会把蜈蚣弄出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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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